就用我下一點這樣 那其實 滴滴Coco的 東西我也不太 最熟的地方 那還有 偵測附近的那個 我們就利用 Sensor的 Event 然後其實這個是算是 Wiki裡面 它裡面有提供 還蠻簡單的就直接 直接套下去就可以用了 像是Detail 它的內 它會偵測說 你設定的範圍有多少個人 然後 就是總共它的Total Number 就是會告訴你說 嗯 總共就是它那邊有多少人 然後從0開始 然後它又把你從0到 所有人都把列出來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 利用Detail內去找說 0到整個Total Number 就可以把它跑 跑出來說這個 就是這個 你偵測的範圍到底有多少人 那其實 沒什麼好解釋的啦 因為大部分都是一堆 小工人這樣子 嗯 嗯 嗯 其實我也不知道成什麼 應該解釋是什麼 實在其實太大了 那講一下那個 HD Request的地方好了 HD Request的地方 前面嘛 它會有三個參數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其實 這個LCL Edit還蠻方便的就是 它會有那個提示可以用 提示可以看 就跟那個Glips一樣 然後 前面那個Stream的那個UIL 這個Handle URL 這個Handle URL就是你要 那個 是你ServerFind的那個 管制裡 然後後面這個 這個陣列 這個不是這個陣列 這個List 這個List 這個地方 HTT Request的話就是 我們用的是Pulse的啦 可以打GET或Pulse都可以 打為什麼一直跑過去 然後這個什麼 HTT 什麼MiamiType就是 嗯 其實我不是很了解說 它這個是在幹嘛 那我是照著Wiki上面打的 這樣子 那它能跑就可以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後面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Lscape URL 這個地方 它就會幫我們做 UTF8的編碼 那 其實 後面拉力拉炸的 這樣講 好 我想應該差不多了 大家都快睡著了 還是什麼 搞時候就不要解釋審時嗎 好 那我們 那大家有什麼 comment 或者是什麼問題嗎 我們現在是Squiv 是綁在一個 對 Squiv 就是反正一個 我沒有Link 然後互相交通 因為反正一個 不反正一個 物件的話 那個 你就要帶好幾個物件 對啊 這樣其實不好用 不好用 那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可以把它開發成 可以把它開發成 類似 套件的 跟你說 因為 畢竹專輯很一樣 讓你要天氣五的功能 就是 網站 那部分的話 應該可以開發成 有API的形式之類的 API 這好像對一個專輯來是太大了一點 沒有沒有 我就是如果想 想玩下去的話 是可以啦 其實我們有考慮到 滿 滿久遠的地方 因為 我們那個 其實是可以讓人家更改說 那個 根改說 我們處理了 那個server的網址 因為我們有提供這樣的 功能 給大家 像這個 像這個地方 這個 ChangeHandle URL 這個地方 這是更改我們處理聊天紀錄的 網頁網址 這是我們程式人員在用 就是程式人員在用的 那 因為我們在 其實我們在 我們時候 因為server常常在變 所以說 我們就 我就用了這樣的功能來 比較好翻表開發 那我們後來想說 其實這裡 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們這個server crash掉的話 那 嗯 就是已經沒有在用了 那我們這個 但是這個 但是這個 這個 Second Life 那個聊天紀錄器 其實還是可以繼續給人家用的 只要人家 根據我們那個格式去做的話 那 他可以繼續 就是把那個 王子根改掉 讓他繼續使用 就不用 像看到 Second Life裡面 script的那個 那個層次嗎 就直接在用功能這樣子 就可以更改說 更改那個 聊天紀錄的 處理我們聊天紀錄的 王子 然後 我們看他的 功能比較多 其實之後會刪掉 就是 像是可以取得 現在使用的 記憶體的bytes 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 然後還有一些 還有那個 什麼 show save 我可以選 不見了 好 這是這裡 就是顯示暫停 這裡是開發程式用的 就是 那你說 你現在目前已經 在 在 就是暫時 這個地方 發出的那個 訊息是 就是 因為每一條訊息 都是一個 htb request 所以說我在那邊 就是 比較可以檢視說 這個replace 到底要收到 那其實 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大家都睡著了 今天 大概就 洗一點班下課了 那 大家應該沒問題了 好 謝謝各位